有火腿丝,有瑶柱丝,有虾皮 就等于是老干妈跟李锦基XO酱混合在一起 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我现在在文峰南路,这里有家新开的猪脚粉 我之前来吃过了,他们的猪脚粉平平无奇 但是我被他们的辣椒酱惊艳到了 市营业期间猪脚粉10块钱一碗 之前我吃过他们的猪脚粉了,正常水准吧 今天试一下他们的叉烧粉12 还加了一份蒸肉饼5块钱 他们的汤底就是猪脚粉的汤底 很清爽不油腻 瘦叉,有炭烤的香腥 吃一下蒸肉饼 哇,这个家常小菜 嗯,里面有头菜 肉质紧实,肉量很多 还推荐这个蒸肉饼 很清粥的味道 头菜蒸肉饼 我家都很少做了 他们这里环境很差,就是一个铁棚 外面车很多烟尘滚滚 但为什么我还喜欢来这里呢 我上回来吃他们这个辣椒酱 哇,非常有水准 给大家看这个辣椒酱 好在什么地方 有火腿丝,有瑶柱丝,有虾皮 豆豉 感觉就像平民版的XO酱 因为他用了豆豉 又很像老干妈辣椒酱那种感觉 就等于是老干妈 跟李靖姬XO酱混合在一起 大家都想象是什么味道了 我还没有蜂蜜啊 哪个蜂蜜啊,辣椒酱啊 广东 广东啊 广东东 男朋友以前啊 哦,好亲民啊,对吗 真材实料 肉丝,瑶柱丝,虾皮 哇 很难想象在一家 这样 平平无奇的小店里 有这么高水准的辣椒酱 嗯 香而不辣 所以不能吃辣的朋友不会担心 特别下饭 哇,拌粉 比猪蕉粉啊,叉热粉好吃多了 他们这有粥 早知道我要一碗白粥 随便点一个小菜 然后就送这个辣椒酱就好了 我刚才问老板了 他们以前是在大饭店做的 怪不得这么有水准 说现在疫情影响 只好回到青州来开一家小店 来维持 我上回来吃的时候 我还问他们卖不卖这个辣椒酱 我建议他们 灌成瓶装的 放在店里 我猜每个人来吃过 肯定都会买一瓶走的 忍不了了 我要了一碗粥 他们这里的粥是四块钱 然后有免费的咸菜 可以自取 也有收费的小菜 就用这个辣椒酱 真的什么都不用点了 就用这个辣椒酱来送粥就好了 太过瘾了 火腿丝 虾皮 投菜肉饼松粥 哇 真的像在家里吃饭 家店的粉 有待提高 他们老板说以后他们会增加烧辣呀 快餐啊这些 我相信他们的水准的 毕竟他们在 大餐饮做过 这个 宝藏辣椒酱 推荐给大家 值得来试一试 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 我所谓一问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 评论 关注 转发 对我的成长 非常有帮助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